一秒一个技能点 我把火球变尽咒 第231-240章 作者 孤云半叶 第231章 龙起东方 少年不败 以尽咒叩问世界 东江 天海市 妈妈 妈妈 电视里放的是什么啊 有个大哥哥好厉害 比动画片里的还要厉害 一户住宅的客厅里 年仅五岁的江乐乐指着电视拍手叫好 我也不知道 是爷爷让我提前打开电视 换到这个台的 我不太看得懂 阳台上 一位妇人正在晾晒衣服 回头宠溺地看了眼自己的儿子 就在这时 只听房门一声闷响 一位老者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 快快快 比赛应该已经开始了 哈哈 是他 是他 这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的 我江城出来的那小子 江贤看到电视上 灵异站立于虚空 居高灵下 俯瞰众生的模样 眼前一亮 将近三个月过去 再次见到 江贤只觉得眼前少年 模样不改 但气势和威严 已经是连他都需要仰望的程度了 老将 你确定这选手是从你们江城出来的 竟他妈扯淡 你们那老破小的鸡脚嘎啦 能出这种真龙 这几天你刚上任 没怎么看比赛吧 他是今年代表我们大厦 参加泛亚青年职业者巅峰赛的大厦队队长 你吹牛 也选点靠谱的吹呀 跟着江贤过来的 也是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头 一个半月前 江贤就收到了上级的通知 他升了 并且可以说是连跳两级 直接从江城这个小小基地市的职业者工会会长 升任天海市的职业者联盟委员会的副书记 至于为什么能升 其实看看王大海和左迁这两人就明白了 因为他们两人也升了 灵异这条真龙出世 他们自然鸡犬升天 江贤默不作声 直接掏出手机 亮出一张早已被他放进收藏家置顶的照片 照片上 是灵异在前往神宵前 跟他和王大海 以及左迁的合影 照片为正 这一次 其他几个老头不说话了 都在嘖嘖称奇 江贤心中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爽 这是他在跟谁打呀 之前那个明显一路观赛至今的老者 坎坎谈到八强赛的第三战 跟高丽的第一打 这也是今天的重头戏 两人的比赛说是决赛级别 也不为过 不过 这是怎么回事 比赛擂台呢 这大坑 还有这翠绿色的结界 是什么东西 老者说着说着 也猛逼了 更加让他猛逼的在后面 灵异抬手 天空裂开巨大窝口 随后雷神之手将士 然后蔑视雷枪 一挂而下 这连续的画面 直接给他们看呆了 江贤也呆了 啊 这是什么等级的技能 身为四转法师的他 明显已经看不懂 灵异目前这个等级的战斗了 他只知道 这是一个超乎自己想象的高阶技能 雷神之怒 等级 静咒 会场上空漂浮着的灵晶光幕 在长久的延迟之后 终于给出了灵异所释放的这个技能的基本情况 效果已经完全无法读取出来了 但其实也不用看效果了 光是静咒这两个字 就已经让大多数职业者 大脑当机了 静咒 是什么等级的技能 场内当然也有法师职业者 这些人已经在用看待神明的表情 看着灵异了 只有他们知道 静咒 意味着九阶魔法 这是他们中绝大部分人 一生都可能见不到的究极魔法 雷枪湮灭裂裴俊熙之后 也没有停线 静止灌入地下 整个蓬莱岛 这一次 再次地动山摇 并且地震幅度 远超之前 灵异用出重力碾压石 好在竞技场的建筑结构足够坚固 才没有让观众们 因为震动而跌落摔倒 奔腾的雷霆 如同水桶粗细 从地底冒出 在整个蓬莱 竞技场内流窜 光是电流强度 就是百万伏特级 但偏偏竞技场中的无数观众 场边的裁判 以及评论席上的所有评委 却没有受到半点波及 狂躁的雷霆 完全受控于天空中那道身影 X3 灵异的眼前 忽然出现一道提示 怎么忘了这茬了 就算是静咒 也是会被太初混沌加成的 不过这一次 明显自己只拿了低宝 仅仅额外触发了两次多重施法 灵异很好奇 雷神之怒这个静咒的多重施法 要怎么实现 毕竟自己没有第三只手 很快 灵异就明白了 实现方式 简单粗暴 就是天空中再次出现一道 更加巨大的窝口 随后神手握着雷枪 自动插下 瞄准的位置 自然也是灵异之前所选定的位置 哄 哄 又是两把蔑氏雷枪贯穿大地 江贤眼角一抽 一个静咒级的法术 就已经让他无法想象了 现在三个静咒 同时落下 这是足以以平整 做岛屿的恐怖天灾 果然如江贤所猜测的那样 雷蛇翻涌 电网弥漫了整个蓬莱岛 大量从林中的飞禽走兽怪物 被这些电流劈中 当场秒杀 天空中的窝口 更是与大地巨大的雷枪 彼此呼应 逆急地雷霆 沟通天地 整个蓬莱岛 完全就是一幅末日景象 哇 江贤的小孙子江乐乐 兴奋地拍起手来 对孩子来说 他拿懂这三把雷枪意味着什么 他只知道 这场面和感官视觉冲击 远比他看动画片要强烈得多 江贤摊在沙发上 右手捂着胸口 难以想象 这还仅仅是通过线上直播 看到这种万雷蔑视的恐怖场景 现场的观众 不得被吓死 组委会后台 负责影像传输的工作室中 刚刚还在抱着头 等待末日降临的人 睁开眼 发现一切正常 外面天打舞雷轰 但似乎这些狂暴的雷霆 根本就没再伤害他们 那些双手合十 不断祈祷的人 更是泪流满面 神明降下的慈悲 没有伤害无辜的他们 劫后余生之后 等待这些人的 还有特殊的惊喜 部长 数 数据 快看数据 忽然 有人惊呼一声 这些负责宣发比赛 是各种数据 如命的人 才发现 所有数据 直接爆灯 灵异的三把静咒雷枪 正式扣开 强者世界大门的撞针 新的一个月了 求月票 本章完 第232章 硬刚战神 他的生死 由我才断 作者 孤云半夜 在线观看人数 收视率占比 时时互动数据 这些核心观看数据 全线飘红 甚至都已经爆灯了 同时观看人数 还在涨 还在涨 马上就要破6000万了 嗯 好像绝大一部分观众 IP地址显示 是来自高丽 他们作为赛事后台 负责影像传输的人员 自然是全程关注比赛的 刚刚裴俊熙的一番自爆 直接裹挟了高丽的上千万人 现在忽然涌入如此多的高丽观众 也并不奇怪 整个泛亚地区 十个国家 到处都有人像江贤一样 本来就关注这场比赛的人 在见证了灵异雷枪蔑视的场面后 无意不是激动着 将几张截图发给朋友 或是发到群里 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观众 涌入官方直播间 尼玛 这是青年赛 是的 青年赛 只不过误入了个神仙 我就想问问 用出这个技能 飞在天空上的那个大佬 到底是咱们国家的 还是对面的 肯定是咱们国家的呀 灵异你都不认识 嗯 我孤陋寡闻 没听过 今年的高考全国状元啊 蠢货 啊 你家高考状元打架 是这个画风 尼玛 尽咒啊 还是三连发 给跪了 大佬的十九岁 是站在巅峰赛场 暴杀敌国大佬 我的十九岁 是躺在床上 看直播抹眼泪 新的观众越来越多 本来一个亚洲地区的赛事 很快 也吸引到隔海相望 另一片大陆的目光 漂亮国 乃至欧罗巴联盟的 无数职业者 心中震撼 少年天才 年年都有 但今年大夏的这个 真的不一样 场中 林毅不知道自己的名气 已经彻底迈向世界了 但他知道 他今天运气真的不错 第一 你使用了法术 静咒 雷神之怒 复制 你获得了一缕一火 九龙雷刚炎 灵异眼前出现一团银色的火焰 火焰中闪烁雷光 雷光隐隐凝成九条神龙虚影 看起来神异无比 随后 第二缕火焰浮现 那是一团青色火焰 成莲花状散开 第一 你使用了法术 静咒 雷神之怒 复制 你获得了一缕一火 清连地心火 光是一个静咒 就得到了二缕一火 这意味着 现在 佛怒火莲 已经是能够使用的状态了 不过已经没有必要用了 裴俊熙 还不配 三把雷枪落地 裴俊熙不知道 陷进了多少人的生命 他再次自我分裂 只要他还有宿主 那么自我分裂后的实力 也就会更强大 刹那间 无数黑水和血肉 仿佛凭空出现一般 重新组成了一只体型 比起刚才 还要巨大三四倍的扭曲怪物 怪物足有百米高 下方的肉团 连接着地面 被不死的瘟疫病毒 同化后的泥土 岩石 凝聚成了两只巨壁 巨壁死死抓住 插在他身上的两把雷枪 想要拖拽出来 这种极致的痛苦 让他怒吼出声 好 随后 则是怪物身上无数巨口 开河间 说出震耳欲聋的话 你杀不死我的 静咒又如何 哈哈 我是不死的 感染 只要再多感染一些 裴俊熙已经到了 歇斯底里的境地 但是看在灵异眼中 只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 怪物的巨壁 确实有惊人的距离 献祭了这么多人 此刻的裴俊熙 光是力量属性 估计都已经超过大多数 Boss了 那两把雷枪 竟然真的被他拔出来一些 但也仅限于此了 因为 下一个瞬间 三把雷枪 同时爆发出一阵阵刺目的雷电风暴 蜻蜻雷暴的冲击波 三波归一 以裴俊熙为中心 以接近光速的速度 向外扩散 整个蓬莱岛四周的海面上 都铺满了一层层电光 无数海底的怪物 弱一点的 直接被电死 强一点的 也要被电昏 纷纷浮出水面 够了 马上终止比赛 评委席上 高丽的两位评委 彻底不淡定了 纷纷起身 打算出手 强制终止这场比赛 他们倒不是联系 裴俊熙这个人渣 而是每一道蜻蜓雷暴 就意味着 他们高丽有十多万 乃至数十万的 无辜感染者 要跟着裴俊熙 一起送葬 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刚刚你们不是 做得很安心吗 这会儿急了 孟远舟冷笑一声 承霄也稍稍偏头 右眼微微睁开一丝 下一刻 两名高丽的九转强者 就感觉浑身的气力 都被抽走一半 完全动用不了任何技能 好恐怖 原来战神对九转的压制 竟然只需要一个眼神 就能够做到彻底碾压 不过下一秒 被承霄一眼压制的两人 表情都是一正 随后面色一喜 只因为他们的脑海里 响起了一道电子核成印 指令拖延时间 协助完成回收工作 与此同时 三把雷枪上方 无数原子级的微型机器人 如同凭空出现一般 眨眼间就组装成了一个 外观跟人类 几乎有九分相似的 电子仿生人 仿生人的外貌 如同八岁孩童 分析 沾染少许 净化 法则的病毒共生体 回收评估 必急 可以回收 下一刻 这名电子仿生人 以近乎瞬移的速度 来到巨坑之下 灵异眼眸一宁 巨坑之下 他看到那无数肉眼 不可见的微型机器人 竟然开启了上千个小型虫洞 虫洞的另一端 是无垠的星空 以及一艘比起神霄 还要巨大无数倍的星剑 在漂浮中 寒暄宁 不 不要 裴俊兮的疯狂 转瞬变成了惊慌 争宁怪物身上的万千眼睛 齐齐看向灵异 杀了我 快杀了我 灵异心中震惊 看情况 是这些微型机器人背后的主人 想要回收裴俊兮 拿去做研究 顺便解决 裴俊兮拉着千万人 一同送葬的麻烦 但到底是怎样的研究 以及这位研究者 到底是谁 才会让裴俊兮 不惜放弃抵抗 向自己求死 也不愿被回收研究 战神级 这是灵异心中 瞬间想到的理由 这仿生人 以及无数微型机器人背后的那人 应该是高丽的一位战神 警告 大下人 立刻停止你的攻击 罗记 裴俊兮为高丽国罪人 生死不应有你定夺 灵异文言 冷笑一声 强盗罗记 他是我的对手 要杀要放 轮得到你对我指指点点 新的一个月了 求约票 本章完 第233章 时停 回溯 罕见轮回奖励 作者 孤云半夜 就算是战神威胁自己 那又如何 下一个瞬间 灵异直接选择提前解除了 雷神之怒 哄 猛烈的大爆炸之后 无数雷光闪电同时爆发 仿佛引发了一场核爆一般 裴俊兮那庞大扭曲的肉体 在这片雷光中 彻底消散 灵异估算的没错 裴俊兮早就已经到强弩之末了 三把雷枪插下来 他的宿主 就应该死掉一半了 随后的七八次 惊蜻雷爆 更是让他折损大量备用生命 现在最后这一波爆发 伤害彻底溢出了裴俊兮共生体 能够承受的极限 直接将他彻底杀死 一片白光中 裴俊兮听到了灵异最后 对他说的话 上一个自称永生不死的 同样也是死在这个技能之下 到地狱里 去找他做伴吧 雷神之怒这个技能 如果打满所有伤害 惊蜻雷爆是需要爆发一百次的 但是提前解除 伤害虽然打不满 但却有最后的一波爆发 就是这波爆发 让眼前的仿生电子人 怎么都没有想到 竟然直接秒杀了他 要回收的目标 裴俊兮死亡 雷枪消散 灵异盯着眼前的仿生电子人 丝毫不拒 即使知道对面是战神级 他也依旧选择硬刚 要是就这么 让自己打到残血 过几秒就能收掉的人头被抢了 才是真的窝囊 汇报 回收进程遭遇顽强抵抗 回收目标消亡 任务失败 执行 歼灭措施 那仿生人声音 不带有任何感情 能够在如此恐怖的三把雷枪 最后爆发的接连轰击下 依旧毫发无损 这仿生人的强度 估计也是九转职业者等级 下一刻 灵异就见识到 他所谓的强制执行措施是什么了 天空中 因为雷神之怒而产生的窝口 已经消散了 太阳只出现了一瞬间 天空 再次昏暗下来 灵异的目光 穿越无尽高空 上千公里的距离 就在整个蓬莱岛的正上方 一个黑漆漆的洞口 悄然浮现 灵异在神霄主舰前方 就见过这种洞口 那哪里是什么洞口 那是炮口 这位高丽战神 竟然想着 直接把整个蓬莱岛现场 一发轨道炮 直接抹平 当然 他主要的目标 还是自己这个碍事的人 除了灵异以外 目前也只有评委席上的几位 实力达到九转的职业者 注意到了灭顶危机 其他的观众也好 赛事主办方也好 他们甚至连微型机器人 和电子仿生人都看不到 这位高丽战神 明显也不想让这件事 向数千万人曝光 毕竟不光彩 就在灵异思考的刹那 位于蓝星外层空间的 轨道炮口 几乎不需要蓄能 直接一炮就轰了下来 灵异瞳孔一缩 他疯了 竟然真的敢开炮 灵异现在的免死技能很多 他有信心 吃了这发轨道炮 最多教了自己的锁血技能 应该是死不了 但是 下一秒 除了他以外的其他人 场中的十万观众 就要集体上天了 只不过 没有下一秒了 千军一发之际 灵异只觉得眼前一花 上千公里外的蓝星外层空间中 那轨道炮砸下来的路径上 一道巨大的虚幻八卦阵盘浮现 阵盘转动间 让轨道能量炮的攻击 陷入了完全停止状态 灵异心中震撼 那可是能量炮啊 如果说是将其改变轨道 或是用更加强大的能量与其对冲 导致彼此抵消 灵异都觉得是正常 但是直接将它停下来 而且是完全违反物理法则的刹那停止 灵异只想到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能量炮所在的那一片区域的时间 被彻底停止了 随后 那巨大的虚幻八卦阵盘不断转动 最终 那一发能量炮像是画在图上的涂鸦 被橡皮擦掉了一般 被轻轻擦去 消失无踪 与此同时 灵异也看到 眼前那电子仿生人被从中间 剖开一半 警告 机体严重受损 执行 撤退 仿生人话说到一半 仿佛就像没有电了一样 声音逐渐断开 上千万个微型机器单元 同时停止了工作 韩轩宁 你好大的胆子 是当我不存在吗 承霄略带欲怒的声音响起 却再也没有声音能回答他了 灵异松了口气 这一切发生的都很快 从看到那些微型机器人 聚合乘访生人 到承霄出手 石亭擦除轨道能量炮 也只有不到十秒的时间 果然战神级的战斗 很可能十秒就已经能够决定很多事了 雷光消散 竞技场中心也出现三个深不见底的可怕巨坑 灵异知道 雷枪灌地的威力是有多么可怕的 之前在伊斯德纳 一把雷枪就直接捅穿了地桥 大量熔岩涌了出来 这一次也差不多 本身蓬莱岛就是火山岛 灵异这一桶直接将下方的岩浆房开了天窗 大量灼热的橙红熔岩 从巨坑底部喷涌而出 很快就要漫上整个岛屿 灵异挠了挠头 伊斯德纳毕竟是副本内的异事件 他可以不用管 不要考虑收拾烂摊子的事 但蓝星可是他的母事件 如果蓬莱岛也因为三把雷枪捅穿底层 最后被自我喷发的熔岩毁灭掉的话 那他就又要多一个称号了 岛屿毁灭者 就在灵异感觉有些顽脱了 不好意思时 下一秒 灵异就看到 那地底喷涌而出的岩浆 竟然又被缩了回去 与此同时 他眼前周遭的一切警戊 都在飞速变化 三把雷枪洞穿的巨洞底部 渐渐填上了泥土 岩石 那些碎石和岩体 竟然重新凝聚到了一起 然后 巨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填平 然后是最先被裴俊熙感染共生 而毁灭掉的擂台 竟然也在从无到有 以极快的速度 重新凝聚而成 仿佛有人给这片区域 按下了道待见 让时光回溯逆转 灵异重新站上擂台上 仿佛比赛还没有开始那样 只不过 他的对手已经连渣都不胜了 神啊 灵异的心中震撼无比 如果说出见万重山的手段 给他带来的震撼 是随手间移山填海的话 那么承霄 展现出来的东西 并没有那么宏大 但效果 却让人细思极恐 石亭 倒带 这是Buck能力中的Buck能力了 没等灵异感慨完 忽然脑海就传来提示 叮 你击杀了对手 因为你自动跳过该对手的轮回经历 你获得了罕见级奖励 本章完 第234章 静咒 依旧只是他的冰山一角 作者 孤云半夜 你获得了以下属性值 力量加8641 耐力加18478 每秒生命回复 10万0314 异常状态抵抗几率 正1.41% 杀掉裴俊熙之后 给的属性值 让灵异多有些折舌 几乎是击杀星格的十倍还多 并且最有价值的 还是后续生命回复 和异常状态抵抗率 这应该是极其稀有的属性了 更加让灵异惊喜的 还在后面 你获得了新的技能 黑死兵 黑死兵 这是什么诡计呢 等一下 技能 灵异敏锐地发现 这次奖励的是一个技能 而不是限定技能 这意味着什么 不言而喻 打开技能界面 灵异心中一喜 黑死兵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三阶 系别 瘟疫系 消耗 一千法力值 吟唱时间 无 冷却时间 无 效果 使目标感染黑死瘟疫 在三分钟里 不断造成越来越高的毒属性伤害 如果目标因此死亡 那么 其身上的黑死瘟疫效果 将会传染给附近的另一个目标 备注 鼠鼠这么可爱 怎么会伤害人类呢 他猜得没错 这次裴俊熙 直接给了他一个职业系的技能 瘟疫系 这个系别 他听都没听过 可能跟死灵系有些相近 但终归有区别 战斗结束 观众席上 没有被连续的刺激而昏迷的人 纷纷拍了拍胸口 太哈人了 看个比赛 差点人都没了 但是在确认 自己屁事没有 只不过是惊吓过度后 这些观众 也还是给灵异 以及刚刚展现了时间魔术的成霄 送上了最惩治最热烈的掌声 操 我竟然没死 尼玛 他竟然还会尽咒 神霄的座位席中 无数人都在讨论 静咒砸下来 没有误伤一个人 大魔王对魔法的掌控力 应该已经超过姜瑞雪大世界了吧 你已经把一个入学不到两个月的新生 跟时节第二戏比较了吗 没打过 始终不知道胜负吧 但是我是觉得 这个大魔王应该会更强一点 废话 那是静咒啊 解说席上 阿亮也拿起话筒 虽然刚才已经宣布过战斗结果了 但 但还是重复一遍 恭喜灵异选手 取得本场胜利 阿亮擦了擦额头的汗 他差点都想恭喜灵异夺冠了 你这个战力 谁他妈打得过你啊 还有 我代表本次大赛的组委会 感谢承霄战神的仗义出手 为我们修复了比赛场地 评委席上 承霄依旧眯眼微笑 仿佛刚才被轨道炮瞄准开火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不是免费的哦 你们知道我出手的价钱的 至少三个亿 阿亮擦了擦额头的汗 那当然 当然 赛事方烧后 就会给您连今天的评委出场费 一起结算 灵异 他承认他羡慕了 这动动手指 就赚了三个亿 来钱也太快了吧 不过有这种 倒带修复一切场地环境损伤 或是物品损伤的手段 可能全世界 也只有承霄能做到 收三个亿不为过 就是不知道 他的这个时间回溯 能不能够回溯有生命的东西 比如 让死者复生 如果可以的话 就太逆天了 只要队伍里有他在 他不死 别人的伤会很快复原 就算死了 也能时间回溯拉起来 比赛继续 本来今天灵异和裴俊熙战后 因为整个竞技场环境大变 说不定都要休赛很长时间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 所以今天的第四场比赛 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筹备 在此期间 有请各国评委 对结束的三场比赛做出评价 并且给出自己的评分 就有请高丽评委先来 呃 两位评委老师呢 阿亮说着说着 才发现评委席上 原本属于高丽位置上的两人 竟然不在了 哦 他们刚才跟我说有事 我好心送他们回家了 程骁笑道 大厦评委席旁边 就是东营的评委席 早川质子 以及中村秀姓两人 心中赋匪 就在刚刚 他看到高丽的两位评委 不知道发了什么疯 竟然主动攻击大厦的这位战神 但几乎是下一个瞬间 那两个人就人间蒸发了 鬼知道他们被送到哪里了 此刻两人如坐针毡 咱也不敢说话 你说是好心送他们回家了 那就是吧 阿亮哑口无言 他本能地感觉到 好像气氛有些微妙 但程骁都这么说了 他也不好否认 两位评委如果确认离席 并且不参与后续的评选的话 公平起见 前一轮两位高丽评委 对所有选手的打分 将不再计算 那么现在 请东营评委 对前三场比赛做出评价 中村秀姓拿起话筒 开口道 第一场是我们东营的内战 不做过多评价 虽然很早之前 我就知道三井选手在幻术方面 也有相当的造诣 但没想到这么高 第二场则是大厦内战 胜者展现了非常扎实的枪手基本功 风筝 拉扯 以及闪避攻击 做得都非常好 但是对手基本没有什么战斗经验 所以不太看得出其真实实力 我这边给七分 然后 就是刚刚结束的第三场战斗 多的就不说了 我给十分 中村秀姓的点评 很短 因为真没什么好说的 要么就是战斗水平不够高 要么就是太高 让他怎么点评 另一边的早川质子 接着发言 第二场胜者 郭应龙 我只能给六分 理由跟中村大臣说的一样 然后是第三场 我也给林毅选手十分 没有想到 大厦年轻一代中 竟然有人能够掌握如此高阶的技能 我很期待林毅选手 跟三井冒得最终较量 阿亮点了点头 两位评委都对刚刚向我们展现了 敬咒之力的林毅选手 给予了最高评价 满分十分 但听早川评委的意思是 即使林毅选手拥有使用敬咒的能力 您仍旧认为 三井选手有一战之力 早川质子倾笑 当然 我们必须承认 能够使用敬咒 基本上能够称霸整场比赛 但实战的魅力在于 没有开打前 永远不知道胜负 我只能说 目前三井冒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不到他真正的实力的十分之一 早川质子 言之凿凿 明显对三井冒 是真的抱有一定程度的自信 你在牛逼 要是陷入幻术 静咒不是也放不出来 谁知道 他话音刚落 就听到一旁的程潇笑道 早川女士对自家选手 很有自信吗 但是有没有可能 目前灵异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也只是他全部实力的冰山一角 甚至 不到百分之一 求推荐票 月票呀 本章完 第235章 四强开幕 极致体数 VS究极法术 作者 孤云半夜 程潇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啊 都雷系静咒了 难道还不是灵异的最终底牌 有点吹过头了吧 早川质子面色一致 明显他也是这么想的 但考虑到这是程潇说的话 他只能自己咀嚼其中的意味 是赛前的心理战 还是因为自己的不服输 所以 他也把灵异的战力夸大了 总而言之 说到底 早川质子 还是不能说服自己 相信灵异目前展露出来的实力 依旧只是冰山一角 开玩笑 他难道还会多记静咒不成 很快 陆续所有评委席上的评委 都给出了自己的打分 灵异在这一轮里 直接拿到了十分满分 没有任何一个人 给了低分 终究是静咒的冲击力 实在是太强了 赢下第一场战斗的三井茂 则同样拿到了9.3分的高分 最后才是郭应龙 因为对手太弱 导致他最后的评分 只有不到7分 评分完毕 所有人都等了很久的第四场比赛 开始了 苏瓦赤脚走上擂台 双手合十 给对面站着的东赢三号位选手 向泽赵夫行了一礼 站在他对面的向泽赵夫 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黑和尚 能够进到八强 已经算你运气好了 待会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苏瓦表情骨颈不波 对向泽赵夫的挑衅 没有任何回应 只是闭目转动手上的佛珠 口中念着佛经 两人都没有蓄力技能 十秒的倒数时间结束后 向泽赵夫身旁散开一道紫烟 随后他的身形消失不见 搜搜搜 虽然看不到向泽赵夫的人影 但擂台之上的风声 却在告诉所有人 他正在高速移动 忍者这个职业的激动性 还是很高的 下一刻 三个无论是外貌还是气息 都跟向泽赵夫一模一样的人 破影而出 影分身 这也算是东赢特殊职业系 忍者的招牌技能了 速度最快的那个分身 手中的禁毒苦物 对着苏瓦的后心狠狠刺来 另外两个分身 则在半空中 双手就疯狂结印 火盾 好火球之术 叮 苦物刺在苏瓦的后心要害上 却发出了类似金铁浇明的声音 没有破防 与此同时 使用火盾的两个分身 口中喷出大量火焰 却依旧对苏瓦 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臭和尚 你是属乌龟的吗 那当我用出多重影分身 你又该如何应对 下一刻 围绕在苏瓦身边的向泽赵夫的分身 眨眼间变成了二十多个 灵异摇了摇头 你管这叫多重 忍书还学得不到家呀 这二十多个分身的迷惑和骚扰下 却向泽赵夫的本体 依旧处于暗影隐身状态 没有暴露 当然 只是他觉得 自己没有暴露而已 下一刻 他忽然感觉 眼前狂风骤起 苏瓦有黑剑状的身影 已经闪现到他面前了 破 如同西瓜爆开一般 苏瓦只是简单的一技直拳 就将依旧处于隐身状态的向泽赵夫给抱了头 大量的鲜血和脑浆洒落擂台之上 花里胡哨 一拳秒了 向泽赵夫 死亡 战斗结束 一击毙命 又快又狠 因为这个擂台是承销复原的原因 赛事方甚至都来不及重新安置生命维持法阵 事实上 就算装了 对进入八强的好几个怪物来说 也形同虚设 苏瓦依旧闭着双眼 右臂一甩 直接将手臂上沾染的血污用高温蒸发 随后双掌合时 对台下的观众以及解说裁判纷纷行礼 然后缓步下台 灵异心中微惊 向泽赵夫虽然是个菜鸡 他上去也能直接秒 但其实他本人的速度 警觉性 以及防御力 其实都不算太低的 竟然被直接一招秒了 甚至苏瓦都没有使用技能 此前他的几场比赛 也都是这么干脆秒人的 有点意思 看起来这个苏瓦 才更像是真正的数值怪 并且 他的战斗经验 也远不是周星宇能比的 明显他跟自己 以及三井帽一样 都还有底牌 没有用出来 最终 苏瓦同样拿到了9.1分的高分 八强战斗 全部结束 三位主裁判 再次上台 四强抽签开始了 四强赛 已经形成一抄两强 一个正常人的局面了 一抄当然指的是灵异 拥有静咒 灵异就是现在纸面实力第一 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只有郭应龙 算是个正常人 三井帽和苏瓦 看起来也都像是怪物 哗 随着四强第一战的第一牵被抽出 全场观众 爆发出一阵惊呼 因为那牵上写着的编号 赫然是001 灵异将在四强首战登场 大屏幕上放出灵异的画面 她的对手 三井帽 以及苏瓦两人 表情都很严肃 这压迫感 不是瞬间就来了 那 我来看看 到底是哪个倒霉蛋 会碰到这个大魔王 被抽到的人 是不是可以当场认输了 说实话 我感觉也就那个三井帽 还有一丝可能 能让灵异大魔王认真一点 其他人是真的可以直接直接投了去洗澡了 就在所有人期待第二牵结果出现时 灵异敏锐地察觉到 另一边萨瓦迪卡国的选手席中 苏瓦站了起来 对着自己这边 何时行礼 那意思好像是在说 请多指教 随后 她离开选手席 走入后场 与此同时 抽签结果也出来了 选手编号 041 大屏幕上 灵异的对手剪影 放上了苏瓦那张闭着双眼的脸 四强赛的第一战 将由大厦队队长灵异 对阵萨瓦迪卡国队长苏瓦 这是一场极致体术 对抗极致法术的战斗 灵异看着苏瓦消失在通道中的背影 若有所思 她似乎也能够洞悉短暂的未来 签还没有出来 她就已经知道 她的对手是自己了 灵异收起了 对这位本次巅峰赛超级黑马的轻视 她要是太浪了 明天说不定真的有阴沟里翻船的可能 第一场对阵双方出炉 第二场就不言自明了 灵异和郭应龙起身 同样走回了自己队伍的休息室里 队长 加油 副队长 加油 年纪最小的观星舞 看到灵异和郭应龙回来 连忙开口道 队长不用加油 估计也能赢 我妈 就算加了油 估计也要说 郭应龙苦笑一声 赵恩权 四强里面 我们进了两人 只要明天灵异赢下来 明次积分奖励的两个名额 就基本稳了 小郭 跟这个三井贸对战 太凶险了 你明天要不直接 郭应龙没等赵恩权说完 就摇头道 赵领队 哪有面对强敌 切瘀亮剑的道理 哪怕是死 我也不会认输 本章完 第236章 秒杀与被秒 金刚服膜 纠集甘地 作者 孤云半夜 郭应龙都拿出亮剑精神了 赵恩权也实在不好多说什么了 一夜过去 第二天 早上九点 四强赛 正式开打 苏瓦选手 面对能够使用禁咒的对手 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 苏瓦有些腼腆 酝酿了半天 才开口道 我会全力以赴的 请多指教 他不善言辞 但灵异能感觉到 这人应该没什么花花肠子 应该是个老实人 那么 灵异选手 你呢 有什么想对你的对手说的吗 灵异不假思索道 一样 也请多指教吧 两人的赛前采访 可以说是迄今为止 最没有火药味的 没有赛前垃圾话 也没有彼此嘲讽 因为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可敬的对手 并且 都不打算轻易认输 那么 比赛将在十秒后开始 请双方做好准备 另外 请两位选手珍惜比赛场地 维护不易 还请手下留情 阿亮后面一句话 是导播让说的 拜托 场地维护费 真的很高好吗 总不可能每次 都要请承销出手修复吧 一次可就是三亿没了 当然 场中的两人 都没有把这句话听进去 真的打起来 谁还会管场地啊 哼 随着倒计时正式开始 苏瓦低喝一声 原本面对之前的对手 他从未睁开的双眼 也猛然睁开 随后 他的身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拔高许多 身上原本不算夸张的肌肉 也膨胀起来 无数青筋浮现 明显是在 开某种状态类的技能 苏瓦选手 睁开眼睛了 等一下 难道 他的眼睛看不见东西吗 阿亮惊呼一声 下一刻 所有观众才发现 苏瓦的眼睛 只有白色 并且是恍惚无神的 明显是不能失误的状态 原来他之前这么多场比赛 那种快准狠 一招秒杀对手的表现 还是建立在 他是盲人基础上的 有些夸张了 灵异通过全知之眼 则看到了更加夸张的东西 苏瓦 职业 伏魔金刚 斗士戏 传说职业 职业特性一 你无法获得初始技能以外的任何技能 你无法穿戴任何装备 职业特性二 你的初始技能无法进阶 但获得的技能点以及专精点匠 以1比2的比率 转化为可自由分配的属性点 职业特性三 你的所有攻击手段及招式 每使用一次 下一次使用时 其伤害会永久提升0.1点 当前最大附加伤害 职权 1103.9万 我累个内瑟斯啊 这三个职业特性 其中第一个是完全负面效果 但有牺牲 就有收获 剩下两个职业特性 就很逆天了 一个是技能点和专精点 无限转化成属性点 然后是所有招式的攻击方式 能够无限叠加伤害 1100万的附加伤害 就意味着他 起码打出了1.1亿次的职权 苏瓦的年龄比灵异大一些 已经是19岁了 如果他也是18岁觉醒职业的话 那么这一年多以来 他平均每天要挥拳30万次 平摊到每秒的话 就是接近1秒3.5次 这是在不吃不睡的情况下 但人不可能不吃饭 不睡觉 所以这黑和尚 是不是连吃饭睡觉 都在对着空气挥拳 最主要的是 在全知之眼的观察下 苏瓦不仅是 直拳有附加伤害 勾拳 肘击 巴掌 手刀 鞭腿 扫腿 侧踢 这些招式动作 全都有附加伤害 虽然只有几百万 但足以说明 这一年以来 他到底有多勤奋 应该是每天都没有偷懒 灵异自认自己是个克罗 目前他大多数技能 都是克金加出来的 纳苏瓦就彻彻底底是个甘地了 每天高强度训练 需要多大的毅力 灵异都不敢想 思索间 苏瓦的体型 已经长高了一倍左右 浑身肌肉隆起 古铜色的肌肤 如同金刚一般 不需要穿戴护甲装备 他的防御力 估计也很恐怖 最夸张的是 现在苏瓦双臂下方的肋侧 也长出了其他六条手臂 八只手臂或是握拳 或是画掌 苏瓦原本和善的面容 此刻也是愤怒无比 呵 呵 他的口中喘着粗气 明显开启这个变身状态 对他来说 消耗也不小 八臂 怒目金刚像 效果 开启变身后 你额外获得六只手臂 使你的所有属性值翻倍 攻击力和防御力大幅提升 移动速度 攻击速度大幅提升 且你通过修炼叠加的招式 附加伤害翻倍 变身持续期间内 将不断消耗你的精力值 精力值耗尽 变身结束 以进入虚弱状态 所有属性减半 防御力大幅衰减 作为斗士职业者 主要的攻击手段 就是近身之后 以拳脚攻击 这技能额外给的六只手臂 可不是装饰品 毕竟他每一拳 每一掌 都是带有附加伤害的 灵异的表情严肃了起来 自己的对手 非常尊重自己 甚至提前开启了 这个消耗很大的技能 能不能顶得住 他这八通老拳 灵异在心里问自己 很快 灵异就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顶不住 哪怕是拥有光益赐福的buff 以及不朽果实 给的高额生命值加成 灵异感觉自己 也会被秒了 这场战斗 估计结束的会很快 很可能倒计时一结束 就会分出胜负 不是秒杀别人 就是自己被秒杀 灵异很庆幸 自己有全知之言 不然他真不知道 对手会这么恐怖 或许真就等倒计时结束 都没准备了 另一方面 灵异也庆幸自己四传之后 得到的元素系是光系 光系六阶 圣光庇护 下一刻 整个擂台上绽放出刺目的金色圣光 当光芒散去 所有人才发现 灵异的身边笼罩上了一层圣光 圣光庇护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六阶 消耗 两万法力值 吟唱时间 五秒 冷却时间 十五秒 效果 凝聚纯净的圣光元素 在指定区域 生成一个能够防护所有类型伤害的光照 重复释放的圣光壁护 将在护罩内层再次生成一层护罩 护盾吸收量将叠加至内层 外层护罩不具有吸收伤害的功效 但遭受伤害时 立刻破碎 并抵消此次攻击的所有伤害 面对苏瓦这种一拳超人 次数护盾 有时候比树枝护盾要好得多 求月票 推荐票压 本章完 第237章 圣楼折光 遇见未来 作者 孤云半夜 X1839 灵异眼前得到了太初混沌多重施法的数据 直接触发了接近2000倍的多重施法 圣光壁护是一个六阶技能 在这个等阶 能触发如此多次的多重施法 也非常罕见 1800多个圣光壁护 同时叠加在一起的效果 是震撼而惊人的 擂台上仿佛多出了一轮小太阳 刺目的光线 比起天空中真正的太阳 还要刺目耀眼 我的眼睛 草 什么鬼 光污染啊 圣光特效散去 但灵异使用出来的这个技能的效果 却依旧震撼 只见一团浓厚纯净的护盾 宛如圣光之卵一般 将灵异完全笼罩其中 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比赛开始 倒计时结束 八臂金刚形态的苏瓦 几乎是下一个瞬间 就已经对圣光护盾防御罩 开始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圣光护盾如同玻璃破碎般的声音 连成了片 不到半秒的时间里 灵异就看到 覆盖在自己周围的圣光护盾 破碎了三四百层 好恐怖的攻击速度 苏瓦浑身青筋抱起 八只手臂化作残影 以极其恐怖的速度 攻击圣光护罩 除此以外 扫腿 鞭腿 膝状 甚至头锤 都被苏瓦用了出来 按照这个速度 这一千八百多层护盾 其实也就不到三秒的时间 就会被彻底击碎 啪 圣光护盾内 灵异打响了弹指 他使用护盾 就是为了 给自己争取时间了 既然这是一场 不是秒杀敌人 就被秒杀的对局 那这两三秒 也足够他秒杀苏瓦了 尤其是 现在灵异祭灭手套上 镶嵌着的 还是三个异画版的竞咒 X202 多重施法倍率增加 200倍的弹指 就算苏瓦目前防御力惊人 吃了弹指 也是要输的 蹭 弹指发动的下一个瞬间 灵异就感觉眼前一花 护罩外的苏瓦 诡异地平移了几步 就是这几步 让他的这次弹指 落空了 弹指是一个 没有任何弹道的攻击技能 正常人几乎不可能 防得住这个技能 太快也太隐蔽了 但苏瓦却仿佛早就知道 灵异会使用这个技能一般 打了个提前量 一个接近瞬移的平行移动 让他的弹指落空了 啪 啪 啪 弹指使用起来 没有冷却 也几乎不需要消耗任何东西 灵异接连攻击 眼前的苏瓦 也开始了鬼畜般的反复横跳 走位堪称诡异 让灵异的四五次弹指 全都落空了 并且 苏瓦甚至能够在 规避他的弹指的同时 维持高频率的攻击 原本包裹灵异的金色护照 已经薄了许多 灵异心念电传 啪 最后一次 他食指和拇指一滑 打出了响指 然而 苏瓦却并未移动 而是在半秒左右的延迟后 才躲到一旁 灵异心中确信了一件事 你好像真的能遇见未来 弹指这个技能 灵异习惯用打响指的动作来触发 但当才灵异做了个测试 他打出响指 但却没有使用弹指技能 而是在响指过后 短暂的延迟后 才偷偷用出了这个技能 灵异很确定 自己并没有将使用技能的动作暴露出来 但苏瓦还是预判到他的攻击了 咔嚓 最后一道光盾破碎 苏瓦右臂一拳朝着灵异天灵盖砸来 哄 场中烟尘四起 灵异站着的位置就是擂台右侧正中左右 苏瓦这一拳砸下来 瞬间中央区域直接被砸出一个大坑 整个擂台也密密麻麻裂开了无数道黑色的裂缝 场边负责维护赛场秩序和环境的组委会工作人员的心都在滴血 开赛仅仅不到五秒钟 好吗 场地又要坏了 累了 毁灭吧 苏瓦选手如狂风骤雨般的攻势 瞬间瓦解了灵异选手部下的所有光盾 难道灵异选手输了吗 评委席上 孟远舟又有些紧张起来了 这个萨瓦迪卡国的选手 在体术和晋升格斗方面 确实堪称当前范亚区域年轻一辈最强了 敏捷 力量 防御 全都拉满了 灵异再强 也是个法师 可挨不起这一下 孟远舟瞟了眼身边的成霄 看她依旧淡定 并且似乎看得很尽兴 那表情仿佛在说 紧张什么 有烟无伤都不懂 果然 场中烟尘散去 苏瓦的怒拳砸在地上 甚至穿过了灵异的身体 而灵异就像一道幻影一般 没有任何影响 轰 轰 轰 八臂金刚的移动速度极快 眨眼间 就在整个擂台上的三个随机位置降临 随后以势不可挡的攻击 将那片区域完全毁灭 直到烟尘全部散去 借助全方位无死角的无人机视角 观众和解说才看清楚 苏瓦攻击的那几个地方 竟然全都有一个灵异存在 怎么回事 灵异选手 难道也会分身术吗 这当然不是分身术 而是光系五阶 渗楼折光 不是直觉 也不是预感 你的确能够看到我 还能短暂预见未来 三秒吗 灵异回想起了之前苏瓦跟向泽赵夫的那场战斗 向泽赵夫明明刚刚准备结印 涌出分身术 但苏瓦就好像提前知道他的位置一般 一拳把他秒了 现在的情况也差不多 只不过 灵异的手段更高明 借助渗楼折光 灵异每隔一秒 生成了一个自己的影像 随后灵异也看到了 苏瓦攻击他使用出来的那些渗楼景象的次序 最终推断出 苏瓦的预见未来时间是三秒 则 灵异在心里则了一声 有些难办 他是可以一个静咒下来 无视苏瓦的躲闪 直接把他秒了 但是 就算是现在的他 使用静咒 也是有一段前摇延迟的 比如雷神之怒 握手持枪砸下来 起码也要四五秒的时间 这还是灵异 已经非常熟练雷系静咒的情况 死灵系的静咒鸣和 需要花费的时间 就更加长了 这三秒的时间差 他一定会被苏瓦找上 然后率先把他秒了 当然 灵异要是真的想的话 就开启心格之前那个锁血技能 在一分钟之内 他直接无视苏瓦的攻击 击败他就行 但是锁血不代表无敌 如果苏瓦有控制技能的话 这一分钟内 以他如此高的攻击速度 说不定真的能顶着他的十秒一次的进化 完成永控 一分钟之后 他就真的要输了 灵异不敢赌 不能破解苏瓦欲见未来的原理 并且废掉他这个能力的话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就会陷入僵局 有点赖皮了 你一个盲人 能看到未来是怎么回事 那也别怪我了 灵异 穆志明 本章完 第238章 天目罗刹 百八浮魔 作者 孤云半夜 灵异也能遇见未来 并且 还是十秒后的未来 灵异听到了灵异的命令 很快就用出了 穆志明 这个技能 两者对未来的预测 有七秒的差距 这七秒的差距 就会是苏瓦不可逾越的知觉迷强 两人此刻都是时空观察者 能够预测三秒后的未来 就意味着苏瓦此前能够完全掌握观测灵异的所有动向 并且提前三秒做好准备 但现在灵异能够观测更远的未来之后 苏瓦的这个能力 自然而然也就被无效化了 只不过此刻的苏瓦 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他看到的未来中 灵异的渗楼折光幻象消失 随后真实位置彻底暴露 提前三秒 知道真实位置的苏瓦 没有任何犹豫 瞬间就移动到了那里 八只金刚手臂 对这片区域 进行了无差别攻击轰炸 解说和观众们 已经彻底看不懂了 这是在干嘛 为什么苏瓦会移动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位置 发起攻击 灵异又到底在哪里 他为什么不选择攻击苏瓦 所有人只觉得 两人的战斗 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进行了无数次的博弈 他们只能看表象 却看不到深层 别说他们了 就算是评委席上的大部分人 也是一头雾水 只有成潇脸上的笑容 越来越胜 有意思 这场太有意思了 这可比之前渺渺渺的比赛 好看多了 承潇话音刚落 就看到场中 苏瓦闷哼一声 口中吐出大量鲜血 与此同时 他的右半边身子 连着三条金刚手臂 请客肩爆开 明显是受了重伤 大屏幕上 象征着苏瓦生命值的血条 瞬间掉了大半 只剩三分之一左右 灵异的身影 从苏瓦的背后浮现 还是躲开了要害 好恐怖的危机预感 灵异不由地赞叹一声 苏瓦看到的未来 在被灵异看到的未来覆盖之后 他看到的 自然都是虚假的未来 灵异早就不在那个位置了 甚至 灵异还能够借助这个信息 提前对这片区域使用弹指 他卡好的时间 正好就是 他的预见未来场景中 苏瓦移动过来的那个时间点 但是就算是这样 苏瓦在落地之后 还是多挪了一步 就是这一步 让他吃了大半弹指的伤害 没有吃满 要知道 在灵异看到的未来中 苏瓦吃满了弹指 可是当场血条清空告负的 没想到 他竟然修改了未来 看来所谓的未来 也不是既定的 蹭 重伤的苏瓦 移动速度却依旧恐怖 他瞬间从灵异眼前消失 后退了一大段距离 他无法理解 为什么自己看到的未来是错误的 并且也根本没有看到 灵异会弹指重伤他的结果 他只能暂时撤退 这是战斗开始以来 一直选择猛攻的苏瓦 第一次选择后撤防御 攻守之势 悄然逆转 灵异虽然敬佩 这位实战经验极其丰富的对手 但是比赛就是比赛 他不会手下留情 啪 又是一发弹指用出 他准确预判了苏瓦这次撤退的落点 这次弹指 再次命中 破 苏瓦胸口爆出一团血污 下一刻 他的整个胸腔都被破开一个大洞 始终要害 苏瓦的血条瞬间清空 不过灵异却发现 苏瓦却并没有死 血量卡在一 没有掉下去 人均所写是吧 灵异对此没有太意外 他都有所写技能 其他人有几个保命技能 又怎么了 真正的强者不仅需要有最恐怖的输出 同时也要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才行 冰死的苏瓦嘀喝一声 下一刻 胸口的大洞 以及又半边身子和三条手臂 瞬间重新长了出来 与此同时 他有黑的皮肤 也镀上了一层金灿灿的色泽 罗汉金身 被动技能 效果 当你遭受一次足以让你死亡的攻击时 避免此次死亡 并在短时间内恢复所有生命值 在后续的一分钟内 你免疫所有九阶以下的控制效果 免疫除本源伤害以外的所有伤害 该效果有30天的冷却时间 全知之言返回了苏瓦这个被动保命技能的信息 免控 无敌 这技能的效果明显比起星格的所显 还要强得多 也更加适合苏瓦这种一全超人类的职业者 苏瓦浑身散发着金色的佛光 除此以外 又一个技能被他用了出来 他双腿盘起 身体悬浮在半空中 身后金色的佛光大圣 一只只由纯粹佛光凝聚而成的金刚臂 虚影浮现 这些虚幻的手臂同样巨大而强壮 随着无数金色佛光金刚臂 虚影凝结而成 浮在半空中的苏瓦 原本剑状的身躯也开始缓慢干瘪下去 百八伏魔拳 效果 进入伏魔金刚的最终形态 凝聚108只虚幻金刚臂为你作战 你的所有招式和攻击手段 可以藉由虚幻金刚臂实现 虚幻金刚臂在攻击时 继承伏魔金刚职业特性的永久附加伤害效果 开启时 需要进入罗汉金身状态 开启时 会逐渐消耗你的本源生命能量 这些虚幻金刚臂 能够无视距离进行攻击 并且同样威力巨大 小心了 浮在半空的苏瓦 开口提醒道 他当然不知道 灵异能够看穿他的技能 这些话 单纯是不想灵异因为大意 而输掉这场战斗 他赢 也要赢得堂堂正正 烈 一声音笛般的古怪声响过后 苏瓦额头没心处 一只鸟会伸了出来 随后 苏瓦双手拉住眉心 越来越大的窝口 将其撕裂开来 一只浑身长着青色的鳞片 背后长有翅膀 脸型凶神恶煞的怪物 从他眉心中飞了出来 这怪物 只有一只独眼 独眼中 有着三枚沙漏形的瞳孔 天目罗刹 魏格 顶格黄间 灵异眼前浮现这只怪物的信息 这一刻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苏瓦明明双目失明 却能够看清楚场中的事物 还能够预测 三秒之后的未来了 是他这只战宠的功劳 现在 灵异也能够预知未来 那么 苏瓦自然也就不需要将这只战宠 继续收在体内 使用他的视野了 还不如放出来 让他攻击灵异 多一分战力 多一丝胜利的机会 108只虚幻的金刚臂 一起发起攻击 随后 整个擂台 瞬间被移为平地 在最终形态下 苏瓦拥有了远程攻击的能力 并且单论每秒的攻击次数 超越1000次 没有敌人 能在这种程度的无差别攻击下幸存 哪怕灵异拥有看破未来的能力 也躲无可躲 藏无可藏 只不过 很快苏瓦就停止了攻击 因为从百八金刚臂传回来的触感 来判断 他没有击中灵异 反而是击中了一块 质地无比坚硬的东西 一直飞在天空中 以法术协助攻击的天目罗刹 给苏瓦传回了信息 那是一块冰 求月票 推荐票呀 本章完 第239章 兵戏禁咒 死寂之国 作者 孤云半夜 苏瓦与灵异之战 进入了最终的白热化阶段 虽然观众和解说 看得不太懂 但是他们能够看得出 两边都是神仙 这场战斗 应该是开赛以来 最精彩的一场 起码有来有回 精彩万分 观众席上 掌声排山倒海 苏瓦来自小国 并且这次比赛 萨瓦迪卡国的观众也不算多 在发现 他们国家也出了一匹究极黑马之后 嗓子都喊哑了 手也拍酸了 现在难得其他国家的观众 也在为他们的选手加油助威 有些观众已经热泪盈眶 双手合十 不断祈祷了 战局中 苏瓦收到天目罗刹传回来的视觉图像 看到了那尖兵中的人 正是灵异时 苏瓦再次发起了攻击 攻势比起之前 要更加猛烈 他以为那块兵 应该是灵异用出来的某种防御技能 但管它是什么兵 只要将它通通击碎就行了 火力全开的苏瓦咬着牙 承受着身体里的生命本源能量 在消失的痛苦 没有停止攻击 这是对对手的最高尊敬 也是对自己这一年多以来 日日夜夜地刻苦修行一个交代 这就是他的全部了 如果还赢不了 那么就真的是对手太强大 他也能不留遗憾 咔嚓 苏瓦听到了那尖兵碎裂的声音 他知道 胜利的曙光 已经近在眼前了 他放声怒吼 哄 最终 那块兵 被他彻底击碎 无数兵精四散崩落 然而 下一刻 苏瓦却感觉浑身一寒 那是一种 他从未体验过的低温 原本行动自如的手脚 瞬间变得迟缓 就像他之前蒸发掉向泽赵夫 粘在他手上的血一般 苏瓦在开启八臂金刚状态下 体表的温度高得吓人 但此刻这点温度 根本不足以抵抗整片空间中的彻骨森寒 苏瓦心中震惊 那块兵 从外部攻击时 还并没有感觉到 跟其他兵块有太多的区别 但直到将其击碎 兵精弥漫整个战斗场地 苏瓦才发现 这些兵精的低温 到底有多恐怖 呼 感谢你帮我打碎了这玩意 灵异双手抱着自己 口中吐出白雾 明显他被冰封在那块寒冰里 也冻得不轻 时间倒退十多秒 面对苏瓦铺天盖地 袭来的虚幻金刚浮摸拳 灵异甚至已经做好 交出自己锁血技能的准备了 毕竟别人都已经 交无敌技能了 他是后交的 并且持续时间比苏瓦还长 最后赢的肯定是他 但灵异还是心存侥幸 尝试用出了他不久前 才刚刚获得的兵系静咒 苏瓦的罗汉精深状态 虽然能够免疫控制 但仅限九阶以下的控制效果 兵系静咒 当然不在其中 只不过 灵异刚刚念出 兵系静咒的两个真言 下一秒 他自己就被一块寒冰 彻底冰封了 跟雷神之怒 以及明和葬礼 这些静咒一样 使用静咒 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接受一定的考验 灵异没想过 兵系静咒的考验 跟火系一样 都是对元素的清合度 以及掌控力 此前灵异一直都喜欢 使用火系魔法 自然对火元素的掌握 合清合度已经刷到满了 所以 他用火系静咒 几乎没有任何组织 但兵系 可以说 是被灵异遗忘了很久 打入冷宫 最近几天 才想起来 想要宠幸的妃子 自然是要闹些小脾气的 所以 灵异翻车了 他自己被兵封了起来 并且短时间内 还哄不好 不过万幸的是 这块冰足够坚固 让苏瓦十秒内打了上万拳 才被打破 打破之后 灵异也算是通过考验了 此刻的他 再次使用兵系静咒 也不会有太大的组织感觉了 死记之国 灵异念出了兵系九阶静咒的名字 下一刻 以彭莱岛为中心 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冰元素 都响应了灵异的召唤 整个蓬莱岛的气温 眨眼间暴跌几十度 好冷 卧槽 变天了 现在不是夏天吗 怎么会这么冷 妈的 没带衣服 冻死我了 你们快看 那和尚 不冻了 只见擂台之上 苏瓦的表情 凝固在最后的惊恶中 他身后疯狂攻击的 108只虚幻金刚臂 也全都静止在半空中 就像被封在寒冰中一样 灵异的身影 缓缓从被苏瓦 打出来的深坑中出现 他的身边 围绕着一片白茫茫的领域 这片领域 将苏瓦 以及场边的裁判 乃至解说员阿亮 全都囊括其中 所有被纳入 白色领域之中的裁判 表情和动作 跟苏瓦一样 完全凝质 阿亮拿着话筒 也说不出半句话 整个现场诡异到令人发指 X5 灵异的眼前 出现太初混沌的 多重施法提示 他瞬间面色一变 别阿 老天 掌控一个兵器静咒 他现在都有些吃力了 你额外加送四个 我是真的控不住了 果然 下一刻 围绕灵异身边的白色领域 猛然扩张五倍 这一次 不只是擂台区域了 整个观众席 也一并进入了灵异的 死祭之国领域中 下一刻 掌声 欢呼声 叫喊声 全都消失了 十万人的场馆 再也没有一丝声音传出 就像整个蓬莱岛竞技场 进入了一片 时间停止的异常区域 竞技场外 尚未被灵异的死祭之国领域 囊括的狂热观众们 已经缩在角落 瑟瑟发抖了 里面 里面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听 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闹鬼了 要死了 要死了 这蓬莱岛 不是靠近赤道吗 还会有这种鬼天气 啪 啪 无数密集的坠落声响起 所有还能活动 起码还能够思考的人 愕然看到无数飞鸟 被寒冰包裹 坠落在地 而那些飞过前方的 竞技场区域的鸟类 则直接停在 它们刚刚飞进 白色领域的那一刻 不会坠落 也不会继续移动 似乎有某种力量 彻底剥夺了 它们运动的资格 好安静啊 怎么你们都不说话了 忽然有人开口问道 它听不到呼啸的风声 也听不到 远处海岸传来的浪声 这些声音全都消失了 这句话说完 这人才发现 其他人其实也在长着嘴 说着什么 但它听不到了 整个蓬莱岛 似乎真的变成了 一座死寂之国 本章完 第240章 速度剥夺 国度之内 万物沉寂 作者 孤云半夜 青年巅峰赛的 官方直播间中 整个竞技场 所有人都静止在原地 非一条凝固在半空 没有任何一丝 声音的场景 让无数观众 感觉一阵头皮发麻 这是怎么了 太诡异了 迷马 那些活生生的人 现在给我感觉 像是放在博物馆里的蜡像 兄弟 你这个描述太对了 我刚才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现在看那些人的表情 我都感觉一阵毛骨悚然 这题我知道 是恐怖骨效应 什么恐怖骨 明明是大壁骨效应 别闹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直播卡了 撕 你别说 还真有可能 说直播卡了的 仔细看啊 还有两个人能动吗 维尔能动的人 当然是灵异和程霄 灵异看着身边 已经完全无法行动的其他人 心中也有些震撼 死记之国这个静咒 没有雷神之怒的壮观特效 也没有八荒天允荒火焚尽一切的威力 它甚至没有伤害 但在控制方面 确实是到了极致 静咒 死记之国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九阶 系别 寒冰系 消耗 一百万法力值 吟唱时间 十分钟 冷却时间 二十四小时 主动效果 选择一个距离在一百米内的目标 以其为中心 制造一片死记领域 处于死记领域中的所有实际存在之物的速度 在短时间内会逐渐降低置物 同时其具有的所有增益效果也将被清零置物 速度以及增益状态清零的时长 取决于其与死记领域中新的距离 距离越近 这个效果触发的越快 所有被死记领域剥夺了速度或增益效果的目标 受到你的伤害时额外承受百分之三百的冰属性伤害 当前死记领域可选范围 二十米至二百米 当前死记领域持续时间六十秒 如果你将自己作为领域的中心 那么死记领域的范围会扩大至三倍 且持续时间延长三倍 备注 当万物不再运转 时间就没有了意义 剥夺速度 这是死记之国这个静咒最具有特征的逆天机制 至于它为什么会是冰系静咒 灵异也想得明白 比如此刻这片白色的死记领域内 以它为中心 向外扩散的区域温度已经接近零下二百七十三点一五度 热的本质来源于粒子的运动 当粒子不再运动 自然也就失去了温度 冰系静咒 没毛病 评委席上 冰系的掌控力差了点 火候还不到家呀 不过这个静咒法术 怎么跟常规的冰系九阶不一样 承销像没事人一样 自由活动 甚至还在分析灵异的这个技能 它当然见过原版的冰系静咒 那就是一个能够瞬间制造一个领域 冰封领域内大范围所有目标 并且造成最大生命值上限的 冰属性伤害的高阶技能 但灵异用出来的这个技能 范围和领域效果是没错的 唯独缺少了伤害 并且没有冰 棒 棒 坐在他身边的梦远舟 无比艰难地移动嘴唇 但依旧只能说出最简单的一个字 这还是他是全场九转职业者中 实力最强的原因 东营的两个评委 只有眼珠子能稍微动一动 说话是完全说不了的 别吵 我再思考 你适应一下 一会就能动了 承霄手指一点 虚幻的八卦阵盘出现 随后 他在阵盘上拨动了几下 眼前一亮 原来是永恒 真是有逆天气月 这个已经在诸天沉寂数百万年的法则 也亲爱过你吗 承霄的语气里 罕见地带上了一丝艳线 到他这个等级 能够让他产生这种微妙情绪的机遇 真的不多了 永恒 你是说 这小子身上 有被永恒侵蚀的痕迹 这个法则 我记得不是已经被封杀 消亡了吗 孟远舟终于从速度 被完全剥夺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虽然他能说话了 但是手脚想要自由活动 还需要一些时间 别用侵蚀这种描述 这诸天万界的法则 分高低 却不分好坏 还是看你如何理解他 以及你如何利用他 触类才能旁通 承霄几句话 让孟远舟若有所思 他目前就处在九转职业者最尴尬的时期 承霄已经算是在点拨他了 另一边 灵异在稍加摸索之后 也彻底掌握了这个兵系静咒的解除方法 随着灵异对领域的解除 距离他最远的 也就是蓬莱岛竞技场外的那些倒霉弹们 率先获得了自由移动的能力 然后是场内的观众席 最后才是苏瓦 领域彻底解除后 苏瓦跟天空中的飞鸟一起 坠落在地 他的罗汉金身给的无敌效果 以及百八金刚臂的效果 全都被死寂之国剥夺了 此刻形容枯稿 坐在地上犹如朽木一般 不过他还是强撑着 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双手合十 对灵异微微攻身 我说了 谢谢 苏瓦在谢的是灵异的不杀之恩 其实他的精神效果 早就没了 灵异在刚才 有一万种方法 能够随手捏死 失去大部分生命能量的他 但灵异却没有这么做 灵异耸耸了耸肩 我又不是什么杀人魔 对于裴俊熙这种人间之谢 灵异当然下手毫不留情 但是对苏瓦这种心地善良 并且意志坚定的求道者 他还是有些敬意的 十多分钟后 全场观众 裁判 以及解说 才算缓过进来 大厦队队长 灵异选手 维持了他迄今为止的不败精神 成为了第一个迈入决赛的选手 他的对手 将在随后开始的第二场四强战中决出 嗯 承销战神 能不能再次麻烦你 场地再次被破坏 而赛事官方 也不想因为场地维修而停赛 浪费掉现在全球接近七千万的 同时在线观看数 在这个时代 流量就是钱 甚至 还对以后举办别的比赛 吸引投资方有利 他们可不想放弃 这颇天的富贵 没问题 但是这一次 要武艺哦 承销眯眼微笑 当场坐地起价 就在灵异回到选手席上 同时又有些羡慕承销这种 可以随意抬价 不用顾及颜面的无耻行径时 他的脑海里 却传来了承销的声音 回你的房间一趟 有些话 我要跟你聊聊 求推荐票 月票呀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